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豪 我知道你这件事情受委屈了 不过好在现在已经破案了 怀你清白 你就不需要再离开了 再说 你在洋行也做得很好 洋行也需要你 老夫人 我很感激您对我的栽培 您一直对我这么好 又这么信任我 我也很努力地 想要为您尽更大的心 可是 只要江家 或是洋行一发生事情 就有人怀疑我 王总管的死 有人说是我干的 洋行被偷 也说是我偷的 之前游戏室发生火灾 也有人说是我放的火 老夫人 您说 这么多谣言 这么多人不相信你 我再干下去 还有什么意思呢 老夫人 老夫人 谢谢您对我的照顾 您对我的恩情 我以后再报答你 靳豪 不要这么快做决定好不好 老夫人 我并不是意气用事 这件事情 我考虑了很久 真的很对不起你 我实在 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 志和 你来得正好 快拦住他 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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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听见了 妈 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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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的 让我认为 高营 靳豪 靳豪 李 比应 就在王总管面前 郑志生建豪为总管吧 这倒是个好主意 就这样吧 建豪 别推辞了 少爷 我很感谢你们的用心 刚才你们劝我的话 我都懂 可是 我实在是不敢接受 总管这个职务 为什么 因为 我担心我的能力不够 建豪 你就不要再谦虚 不要再推辞了 而且我妈都已经答应了 难道你要拒绝她吗 谢谢老夫人 谢谢少爷 谢谢你们这么相信我 我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王总管 您知道 这段时间 有多少人冤枉我 但是 老夫人和少爷 却始终相信我 甚至还升我当总管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其实 我今天能有这么点能力 来为江家效劳 这都要感谢您 对我的教导和栽培 王总管 今天我在您的灵前发誓 我一定会好好做 一定会让杨恒比以前更好 以告慰你的在天之灵 尤城啊 王总管的面啊 看起来是破了 可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哦 我也有同感 我看这件事情 嫌疑最大的还是了建豪 我原本呢 也是这么想 不过有一天 我偷听丽红跟建豪的谈话 丽红刚开始呢 也是怀疑 王总管的死是建豪干的 可是建豪坚决否认 说这件事跟他无关 他怎么会承认呢 真是 说得也是啊 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建豪干的 那么虎哥呢 寻补坊说虎哥才是真正的凶手 我看还是建豪 你们可要小心 先是我被赶出来了 再接着王总管就被杀了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 可能连少夫人他们 都要一个一个被除掉呢 建豪会那么做吗 如果这件事情 跟建豪都没关系的话 那一定是江江在闹鬼 又成啊 既然江江在闹鬼 我看你 还是赶紧离开的好 你不是说 江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我离开的吗 我要是离开了 那邵夫人怎么办 不行 就算江家闹鬼 我也不会离开的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嘛 我怎么会让你离开江家呢 邵夫人对我们这么好 连这个店都是她帮我们的 我们不但要帮江家 还要帮江家抓住那个鬼 没错 咱们呢 一定要把这个坏心鬼给抓出来 说到这个店 你可别忘了 我那份投资啊 你可不能学那个坏心鬼一样的 把我的财产给吞了 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啊 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退股好了 喂 刚开始缺钱的时候 你找我入股 怎么了 现在身衣好了 就叫我退股啊 你也太不过意思了吧你 我还是跟你开玩笑的嘛 我怎么会让你退股呢 我会好好的把我们两个人的店 给经营好的 而且这永远都是我们两个人的店 这还差不多 这还差不多 我